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在这边就是旧家人飞机场 Hokalang Airport的那个Hokker Center 我是在Hokker Center的二楼 这里的商场是两层楼的 楼下是卖熟食的 而且都是要在一百多餐 每个正义都很好 全新加坡的人都不知道这个二楼在什么地方 我卖鞋子 我卖电器 还有卖书包 皮箱 还有玩具 很开心 很多人都不知道楼上有店 我在这里做生意 就做了差不多是45年左右 因为我卖玩具 就有很多小孩子来找我 我就会很开心 我的招牌就取了叫自律文具社 因为我就想到这个名字给我自律更深 我会闯 因为我年轻 我是很精细的 你跟我讲你的热水器怎样坏 是什么品牌我就知道它什么东西坏 以前是很多马来西亚人来 很开心 很多很多人 在电话里面就可以跟我问我了 不需要来我这边 或者你WhatsApp拍你的那个Waterheater 我就知道你什么东西坏了 不过时代变了 现在什么都没有 一天一天准备一天可以卖二三只只 现在一个月卖不到又大 哈哈哈哈 我觉得这边我的顾客跟我很好 很多人的父母亲以前带孩子来买东西 这孩子啊带他的孩子来买东西 爸爸小时候这边玩游戏的 他的孩子说are you sure 所以我们这边是老人区啊 我们尽量为他们服务 就是他们有时候东西坏 我们这样去我 我只是收他们一点车马费这样而已 今天还请人叫我小老板 因为他妈妈带他来嘛 他孩子给我买去 小老板你好买东西 我的所有的付出在这边了 这边等于是我的生命 这只要是靠一点付应 还能够维持了付应 我有想过不要做 但是我会觉得我失去很多东西 我这边有苦有乐啦 现在我们就在生活中这样也好啦 人籍也大了嘛 我们就办退休的情况下 做我们要做的东西 买点文具啊 过点生活 十足成立的生活了 也满足了 只要你来楼下吃糯米 还是吃炒果条 还是吃那个炒虾面 哇都是很出名的咯 那么你来了你就上来走走一下 反正你刚吃饱嘛 对吗 那上来走走一下 以后你就懂得这边是 楼上原来有这样多商店 那你的首课叫你什么 叫我阿姨咯 我现在叫阿嬷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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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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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人生是阿嬷了 哈哈哈哈 不过于是我叫她 骗骗我还是叫我阿姨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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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我不想老 我还要继续下去 謝謝